大家好,我是海娟 快过年了,今天就分享一道蜜汁小麻花的做法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酥脆香甜,超级的好吃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盘中打入一颗鸡蛋 放入25克白糖,25克食用油 常温水90毫升 搅拌均匀,让白糖充分的融化 再准备普通面粉,260克 加入小苏打0.5克,泡打粉0.5克 把面粉倒入盆中,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这样的面絮状,下手揉成团 把面粗略的揉成一个团,移到案板上 多搓揉几下,揉至表面光滑 把面揉均匀 揉成一个比较细腻,而且光滑的面团 这个面一定要揉光 记住,盖上大盆,饧面5分钟 5分钟到了,这个面不用再揉了 直接搓成细长条 搓成这样的细长条 揪成均等的剂子 一个剂子大约13克左右 按板上少抹一些油 手心也带一些 拿过剂子,系口朝上,然后搓长 搓成手爪宽的小长条 放在一边即可 然后直接搓长 慢一点搓,不要搓断 搓成粗细,大约为0.3厘米左右即可 然后右手向上,左手向下,给它上进 然后提起,自动上进 然后提起,自动上进 一个手扶住一边,一个手再次上进 两只手撑住两边 撑拉,再次上进 粗细不匀的地方可以稍微拽一拽 然后提起,自动上进 尾部放在这个小孔里 防止炸的时候散掉 这样一个小麻花就做好了 小麻花就做好了 开始下锅炸 锅中放油 油锅中放入一块面 面团能迅速飘起 说明油温就达到了 这时候我们放入麻花 轻轻晃动一下麻花 防止互相粘连 盖小火慢炸 全程要不断的翻动 全程小火慢炸不停的翻动 防止炸糊 炸至麻花的两面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控油出锅 如果喜欢吃火大的 可以多炸一会 另起锅放入水100克 白糖100克 开小火慢慢熬制 这个熬糖浆一定要开小火 防止熬糊 熬制糖浆变成这样密集的小泡泡 怎么判断糖浆熬制好了 就是滴到一个凉水碗里 一点糖浆 立即凝固 这样证明糖浆就熬制好了 这时候糖浆里放入少许的黑芝麻 搅拌均匀 用筷子夹起麻花 裹上均匀的裹上一层糖浆 然后放在盘子里晾凉即可 小麻花就全部出锅了 我做了一半是裹糖浆的 一半不裹的 不裹糖浆的一样酥脆 好吃 看一下里边 外边是酥酥脆脆的 那里是绵软的 再看一下裹了糖浆的 更加的酥脆 好吃 作为平时的甜点小零食 是不错的选择哟 赶快尝一个 听听这酥脆的声音 特别的香甜好吃 如果不喜欢吃甜的 可以不裹糖浆 一样酥脆又好吃 如果您喜欢就赶快试试吧 我是海军美食 我们明天见